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场感受确实令人震撼 难怪被国外媒体大力称赞 一生当中一定要来观赏一次的艺文活动 天灯节对国际来说 可以讲是一个一生必须要来放一次的节庆 今年在双子灯里面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基隆市 台北市 台湾市 三位市长 跟新北市大家一起来 交心 这个交心是要干嘛呢 为了我们整个生活千惠共产 所以这两个组灯里面 我们也特别 一个用国际的 原型的语句 来写上很多不同族群的注语 尤其今年恨上了 刚好土耳其发生了重大地震灾难 我们祈求大家在救灾过程当中 能够平安顺利以外 以及早日家园重建 土耳其加油 我们四位队宾分别写了什么样子的心愿 桃园善好 感谢我们桃园市市长 周市长 市长效率 台北北桃共创立好 来 新北写的是台湾西手共好 世界有爱和平 土耳其加油 好 我们的侯市长也介绍了 新市长也介绍了 来 接下来恭喜我们 江市长也介绍一下 我们的 鸡北北桃共状美好 我们一起为土耳其祈福 也为所有救难英雄加油打气 谢谢大家 这不吵 你真的会说 你真的会说 我也不能出去看 我写鸡北桃共好 合作无间 这次会集的鸡北北桃四个市长共同来参与 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值得纪念的珍贵画面 因此 地主的新北市同时也举办了鸡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的启动仪式 鸡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正式启动 大家可以看到淡水河系流经了鸡北北桃四座城市 因此我们的主视觉是以河流的意向 加上四个城市的一个主题特色地标 让城市更好 所以保安物馆比较容易快速地展开 即使我们可以大家来共享 然后以及可以共同的行销 让国际可以看得到 一阵就一卡通 全部都可以互相来使用 那我当然就是会说 我们基隆要赶快升格 跟我们三个直辖市都一样 至于刚刚讲的捷印 也是我们四个市最关心的 那新北市因为当老系动线也核定了 未来在集结 还有几条捷印 只要夸各式的 我们都会在艺术评价里面去做详细的讨论 订期票的使用者是从汽机车转换移转过来 那这概念是什么 大概节省了48个大安森林公园每年的碳排放弃收入 所以为了朝向进行碳排 低碳永续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 必须要推动 所以最重要就是让民众能够有更便捷的生活 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以及我们推动这个通勤月票的目的 最重要的中央在补制的款项里面 要考量地方的财业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中央要跟地方 大家好好去做好整个分析 放台风架的确是一个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所有市民朋友都关心的议题 我想过去侯市长的经验比较辛苦 就是要一一的跟整个市长沟通 我相信我们四位市长将来马上会建立一个群组 这个事情应该是台风来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及时解决 在最早的时间告诉我们市民说第二天要不要放假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跨县市的平台 对基隆市民对他们的生活大小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在交通方面在关怀方面在文化方面都有很多深刻的讨论 我非常兴奋也非常期待未来逐步落实以后 相信我们四个县市直辖市 大家的一个互相的合作 以及这样子紧密的交流 一定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生活 跟我们的整个工作的品质大幅提升 在现场可以观察到基北北陶各式的市政团队齐聚一堂 针对交流议题进行有效率的沟通 期盼为这个首都生活圈的一千万民众 更加有效的解决各项的民生问题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采访报道 在这里来看基隆市七堵区弓箭路 周六傍晚五点半发生了一起火灾 现场大楼进行污水管线工程 疑似施工不慎 挖破瓦斯管线 引燃火焰 消防局紧急疏散住户 利用炮塔压制火事 天然气公司紧急关闭开关 但是这火事并没有减缓 市长谢国良还从平息赶回基隆县城指挥 一块关心 远行道上窜出了火蛇 消防队员不水线全力灌旧 远警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紧急疏散大楼总计一百多名住户到马路上 听到他们说有火起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跑来问消防队说 我们厨房还可以在煮吗 我也会怕 他说最好赶快跑离开这里 结果那个工人就是要收的时候 就是旁边有一些石块 大家去打的时候好像不小心去打到 火警发生在11日傍晚5点多 攻剑路上这栋大楼 请包商在地下室进行污水管线工程 疑似在进行洗孔作业时 敲打不胜 引燃火势 导致火蛇不断冒出 瓦斯公司人员到场 紧急关闭大楼瓦斯开关 火势依旧不断窜出 丝毫没有变小迹象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瓦斯管线还是怎样 就对了 那我们现在会先把这些全部的关掉 一下看看 到底是他们瓦斯管线 因为我到地下室都没有看到管线 新的瓦斯到现场 认为不是他们的 那我为了离经 我请他赶快去先附近把它关闭 开关 然后请民众疏散到楼下来 那目前我们现在因为火势一直洗不掉 我们还在离经 到底是什么东西泄漏 白痴旧管线或者其他管线 为了防止火势扩大 消防局征派三个分队 总计40多名消防队员抵达现场借户 持续用两线炮塔射水 企图压制火势 有加派人员 有三个分队已经目前到现场 已经协助协助主理 那我现在两边的出所处 我有用炮塔来做防护射击 这个部分我们还在持续来做个查明 因为现在的火还是持续在烧 表示它的气体 这个不明气体 还是持续一直在供应 那这个部分我们尽数 来做一个确认跟查明 市府公务处长陈耀川 率领多位科长到场处理 并通知中油人员到场 金融市长谢国良 紧急从平溪天灯节活动现场 赶回公建路亲自作证 和瓦斯公司人员协商 扩大关闭区域开关 同时指示区长冯吉安 先安置民众 并准备食物给民众用餐 现在当然还是要先把这个火势 先把它扑灭掉 可是因为新隆瓦斯 已经关掉他们的管了 但是这个火还没有停 我们也感到非常担心 对我们就请区长 趕快先帮大家安排妥当 因为如果这个火势一直这样子烧 我觉得让大家晚上住 这里也不安心 所以我赶快安排大家一个住的地方 那吃饭也要赶快安排 包括金融市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曾一芳 吉章肯辉和蔡旺连的助理 都到场关心 昨天那个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客 在这边施工 发现到这个整个自来水管 整个严重的爆裂 那昨天就已经发生了 那今天又发生了这个 就是那个什么瓦斯工 瓦斯管整个爆裂 那个火已经燒了一两个小时 非常的严重 而且火烧的非常的猛烈 那我们相关大会 是不是要来查办 这真的是很非常严重 已经影响到这个 这边乡亲的一个身家的安全 天然瓦斯公司 能够先把瓦斯的管线 总开关先把它关掉 那我们再来看看 后续还有没有火焰 那如果还有火焰的话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那我们是希望 我们民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来现场看 那原本一开始火还没有那么大 那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看嘛 现在越来越大 我们要求那个瓦斯公司 能不能先把我们把瓦斯关掉 经过瓦斯公司关闭区域开关 火势在晚间8点40分熄灭 市长谢果良 要求瓦斯公司 尽快开挖修复 并透过大楼广播向住户说明 大概暂停10点左右 等封管的这个工程做完以后 会来重新测试一下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会重新的测试 测试都安全都没有问题 才会来恢复供应瓦斯 所以从今天晚上到早上10点 是确定没有瓦斯 但相对上也是安全的 所以请住户今天晚上请放心 但是很抱歉就是没有瓦斯 瓦斯公司在今天晚上 赶快去做公馆的这个动作 但是明天早上 我是建议等到白天 确定大家都起床以后 然后呢再来做测试 因为测试可能就等于是 要把瓦斯要重新开启 那这段时间 我是觉得说是大家 大概有500多户是没有瓦斯的 我会到明天早上 那就趁这段时间 把这个瓦斯管把它封起来 那我是建议 我是具体建议 也要跟议员大家商量 就等到明天大概 10点钟左右或之后 再去考虑开启它 这样不会说你半夜休好 如果你半夜测试 可能万一又发生一点问题 民众又要撤离 那这样民众没有办法 那如果是他开几点测试 我明天早上也会跟议员 回来这边再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晚上 新闻瓦斯他们还要再利用时间加班 把整个工程 为了管线的工程 整个把它整理完成以后 那明天早上再早一个时间 来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测试 那我们要等这个整个瓦斯 那它的来源 不明确的地方 或者是往瓦斯 那有还有其他不明确的地方 能够把它确定 是跟旧的管线 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才知道说 它的安全性 由于前一天 同个地点才发生自来水管线漏水 导致地层下陷 现在又挖断管线起火 到场的议员要求市政府 查明原因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而七堵区工建路 天然气管线被挖破 引发火灾的意外 市长谢国良 昨天再度赶到现场 确认天然气已恢复正常供应 并指示近日内 要召集管线单位会商 建立紧急灾害应变SOP 刚刚是 因为我们昨天凌晨4点工期 我们3点多施工完成之后 已经进行检测的动作 那刚刚就是再重新检测一次 给给我们的主管机关 以及民意朋友看 就是第一个 我们用那个瓦斯侦测器 侦测有没有瓦斯的成分 那确定有没有瓦斯成分 第二个我们用那个肥皂水 撒在那个瓦斯管上面 侦测瓦斯管有没有缝隙在漏气 金融市长谢国良 跟七堵区四位议员 通通到了意外现场 了解新检测瓦斯的抢修结果 经过本次事件挖損的管线 为民国68年的老旧管线 那经过本公司调阅图斯确认后 于11号晚上9点有效关闭的气源 老旧管线到底有多少 那没有建制如果再发生 像昨天这样的事件的话 那如果说再发生的话怎么办 因为其实这六堵社区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那他们觉得说这其实也影响到他们的身家安全 除了那个我们地基下限以外 然后又有这种不时的火焰冒出 我们也可以显著一些旧的管线 是有必要前市 有的市长在这边有必要前市的来检验 不管是水电瓦斯 那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消防局 昨天第一次首先非常 优先的赶快来处理我们这个无名火的事情 虽然我们没有一时之间能够把它消除 可是到今天为止 应该全部都OK了 所以今天市长特别在百忙当中 很关心我们地区 我们大楼这边的住户们的生活品质 的生活体积安全 这个新隆瓦斯早期的管线 没有建立土资 因此新隆一开始误认这是不明管线 而造成现场的火势延烧将近四个小时 所以市长第一时间也不想管线什么 不知道喔 因为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先关了一波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经验 因为那不是他们 他听说是他们很旧很旧的管线 可是很旧很旧管线 怎么还会有瓦斯器在里面呢 对啊所以就大家要开会讨论 那第一时间先求安全 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答案 在今天这一刻 全部都厘清 所以我才要求说 赶快来开会 另外 基隆市政府的七土区公所 公务处 都发处等处长跟科长 全体动员 进行调查联系 将这个意外灾情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让民众能够尽快 恢复正常的生活 记者黄润生 陈淑萍 采访波导 中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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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农会的农民节表扬大会 这两年没有举行 因此在疫情稍微趋缓之后 今年再度恢复举办 吸引了各界贵宾 请来感谢辛苦的农民朋友 画面上是在七堵区的行政中心 六楼大礼堂 这是基隆市农会一年一度的 农民节庆祝大会 现场各界贵宾云集 特别前来为农民朋友庆祝农民节 现场包括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 议长童子委的秘书杨文和 副议长杨秀玉 七土区的张耿辉议员 曾怡方议员 以及前议长蔡旺莲秘书等等 为活动增添光彩 所有的贵宾好朋友 我们各位农民长辈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心喔 能够来参加农会举办的 112年农民节庆祝大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是三年来第一次恢复 举行庆祝活动 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庆祝农民节 我们甚至掌声给我们自己努力一下好不好 谢谢 那今天是我们这个就是一年一度的农民节 那秀玉刚刚特别刚上午蛮忙的 赶快赶过来 那我知道说 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农民非常的辛苦 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嘛 那早期的台湾是以农立国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餐三餐都是真的是 都是我们这些农夫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 那也谢谢我们 我们的政府对我们农民的一个重视 那以未来希望说我们金融市政府的产发处 是不是要针对我们七土知道的都是山区很多吗 怎么样来栽培我们所谓的这些 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农夫 来做一些整个农业的一个改良 我觉得非常看好七土的这个整个 它的地理条件的优势 所以希望说我们市政府的县市长能够重视 那我们会一起的努力 来跟我们农民朋友 跟我们农会一起来讨论 如何多角化我们目前的一个经营方向 然后利用我们的大自然条件跟天气 能够来多做一些农业更多的一些发展 现在大台北地区的朋友们 其实在都市生活过惯了 其实他们周末的时候很想带他们的孩子家庭 到大自然去做更多的体验跟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基隆 尤其在七土三区所享有的一个特殊的条件 未来我也希望能够跟我们产发处 跟我们农会大家一起来讨论 如何能够更多角化我们的一个经营方针 提出更好的农业相关的一个政策 来让农民朋友 来让我们经营农业的市民朋友 多享受到一些收益 能够提示生活品质 这个是国粮非常希望做到的事 基隆就在首都生活圈的范围之内 交通相当便利 而基隆的山区有好山好水 步道系统发达 绝对不输给其他地方的条件 相信在各界的关心努力之下 一定有机会让基隆的农业再升级 并提高价值 吸引更多年轻朋友回乡投入农业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推行基隆有胜城市 警察局及各分局 从2月1号起加强宣导取缔 车辆进入口要停让行人 已经开出了242张的罚单 金融市长谢国梁肯定警方努力执勤 而且宣导有效果 宣布从3月1号起进入真正的执法期 会直接开单哦 提醒驾驶人注意 那我一直很相信 这个坚信这个政策 对我们基隆的城市文化 一定如果改善 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非常努力 想做的一件事 那我也一直等来很久 好像终于能够做这件事情 金融市长谢国梁亲自召开 第二次行人友善专案会议 全面进行检讨 提报列管十处重点入口外 奉市长知识 本局一定新增临近十处入口 提供各单位灵活弹性调整 于每日10至12时 14至16时 变排专车请立 加强宣导及取定 第二次112年3月1日起 为严正执法期 交通队从2月1日起 除了在列管十处重点入口 执席宣导并取缔之外 再新增十处入口弹性执法 累计下来 已经开出了242张罚单 不过分局却提出建议 远警举牌宣导又开单 容易造成误会 当我们有人在入口 就是拿宣导牌的时候 民众确实会以为警方是在宣导 那后来警方就是把他拦下来的时候 跟他说你违国要开单 可能民众在西米沙克 可能多少有点冲突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们不是在宣导是在劝导为主吗 那怎么就是突然变去立直罚 可能会让民众有这样小小的一个 就是可能互惠这样 我们能够在执法的过程之中 会落实在全程的收证 以度这个相关的增益 因为这个罚单的金额也不算低 那不要让同仁造成困扰 所以我们在每次执法的过程中 一定全程收证 而且将他烧成光铁以备日后 如果民众有相关的正义 我们可以还原当场的事实 个人认为宣导的管道可以很多元 因为站在入口宣导 当然出席是必要的 可是有时候驾驶者为了 看到一个警察拿板子 他可能 他说实在也看不清楚那些事实是什么 有时候我担心会不会造成驾驶者的分心 或者说在立的位置 如果同仁站得不到位的话 反而会徒生其他的一个事故太一样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确实遵照 交通费专案的一个指导 我们在三月份开始 就不宣导我们全力投入执法 这阶段要跟请我们各位同仁 就是他会先加奖所谓的执法的部分 那执法的部分 陈鲁刚刚所提 他并不是说完全用人力 今年部分他会用所谓的科技执法 未来今年的预算应该这个部分会增加 我们未来协助警察局 做有关科技执法经费的争取 那第二个 持续会做所谓的教育宣导这个部分 经费的部分 以及我们国内相关单位 我们会持续来推进 第三个是属于硬体方面的部分 我们会增加所谓的安全工程设施 也就是分进程中程 我们持续把这个专案做一个推进 我想不只是我们市政府 那吉隆市应该是全台 首先在对这个政策 交通部持续跟进 各县市政府全部动起来 我想我们还是持续做一个跨局处 把我们整个基隆友善行人这个政策 持续做一个推动 市长谢国良说 中央四月份将针对汽车不离让行人 要罚3600元严格执法 目的是要让路口友善 这与吉隆市的做法相同 路人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甚至也感受到了 不瞒大家说 我现在自己走在路上 我也感受到行车的文化 已经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会具体建议 在三月一号开始 我们就进入真正的执法期 这样也不会有一些误解 到底是要来宣导的 还是要来执法 说要宣导结果执法了 那我想我们从三月一号开始 跟警察局长局长 我们会一起讨论 原则上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三月一号开始 就进入真正的执法期 那值得注意的是 中央其实现在也非常注意这个政策 我刚刚也从王处长这边得知 中央从三月底之后 也就是大概四月一号 所有的汽车不离让行人 全国都统一要罚三千六 那而且这个是中央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中央的政策 也一直在这方面有一些调整 目的就是希望 跟基隆的想法一样 就是要让路口变得非常的友善 让这个环境 大家走在路上 长辈小朋友走在路上 都能够安心安全 那在此也谢谢警察局 包括张局长在内大家的努力 至于警方执行的强度和时段 警察局长张树德说 依据同仁执行的时段来取缔 不会额外增加负担 部分我们会做滚动事 因为我们本来是 折定每个分局有两个路口 那我现在是请分局长 折定大概四个路口 那才机动守两个路口 这样也不会让用路人 驾驶人变作一个投机的行为 他会认为说 这个路口就有警察 我就守法 那个路口没有警察 我就违法 不是这样子 那刚刚市长特别提示 3月1号这个我们会来执行 那在于现在这个过渡期 我们就是采这个 劝导跟取缔并重 那我可以请分局长 缩小这个 比如说他两个路口 都有两个宣导 那现在开始就是两个路口 只有一个路口在做宣导 一个路口就是在做取缔 这个都是按照原警 一天上班要有10个小时 正常的勤务 所以我也请分局长所长 不能给原警停休 就是正常的班来处理 而且我们现在着重在 早上的10点到12点 下午的2点 4点到6点 所以应该不会排斥其他的勤务 行人友善专案实施以来 获得不少民众认同 市长齐国良强调 建构友善的路口 需要民众一起配合 相信观念会慢慢建立起来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央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央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